各位,在今年的5月,中国宣布对澳洲的大麦巴黎征收惩罚性关税,征收80.5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现在时间三个月之后,我们这里继续提出申诉要求中国复审。 谁知道现在在我们这里的11月2日,就是昨天,澳洲政府的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中方已经拒绝了澳大利政府提出复审的申请。 澳洲这边就觉得非常失望,就说会保留向西贸组织上诉的权利。 这里有关键几个原因,第一,征收惩罚性关税。 这个在西贸组织上是可以审议的,主要是审议到底征收惩罚性关税是否真的违反了西贸内的其中一些条款,包括政府的补贴。 这是一个大项来的。所以这个相信,就轮到中方要提出证据证明。澳洲这边,政府对农民有很大的补贴。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事情,大家相信都是有理有据做的。 但其实做生意更加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之间的关系。 我想去一间餐厅吃饭,我当然希望去到餐厅里面收到最好的服务。 伙计不会无端的骂我,也不会把食物放在我面前,起码对我有礼貌,互相尊重。 做生意不是强迫的,我可以选择在其他地方买,你也可以选择是卖给第二个,大家价钱合适。 这样就可以通过互相尊重的情况之下做生意。 中国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用过一粒子弹,迫任何的国家做任何的事。 中国手上有的武器,不外乎就是中国庞大的市场。 你喜欢和我们中国做生意,要符合中国一些的要求。 这个要求很多时候,中国政府不会很清晰,告诉大家。 只是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在一个很好的关系之下, 什么都可以谈,关系不好,什么都不能谈。 当然,包括有时有些犯人在另一个地方犯了法, 譬如在加拿大有些人在中国贩毒,被中国政府捉了。 根据中国法例,这些虽然是外国人, 在中国犯了贩毒罪名,这些是死刑来的。 所以这些情况会有发生。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第一,有需求。 我需要你的大麦,你又需要卖大麦,大家有需求,第一。 第二,大家关系好,不然我和第九买。 现在,澳洲就因为大部分的大麦,百分之七十,全部都出去中国。 所以当中国停止向澳洲买大麦,或者加重关税的话, 这个对澳洲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 那我们的政客要做什么呢? 我们这里的政客,不知道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利益, 或者是他们的意识形态问题, 就是整个美国的哈巴狗, 美国叫一声叫他跳, 他怕死掉得不够高,不上下了。 在譬如新冠疫情之中, 他提出说要派人入中国调查新冠的来源。 但这个没有一个主权国家, 肯让别人这样做的。 如果你说,我们在一个科学化的调查, 想找出这个病源的来出处, 如何传播, 我们通过科学手段找他出来, 没问题, 中国赞成,赞成之极。 但如果你说, 因为中国的政治, 大家的政治制度不同, 对中国政府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不信任,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认为这个新冠疫病毒是来自中国的某些实验室, 要这样查, 当你有了这个先决的前提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同意这样做的。 也都换句话说, 这样是激怒中国的政府。 我不知道, 就是这里的政客, 好不可以苦心自问。 反过来说, 如果中国政府要调查, 那个病毒是否来自澳洲的实验室, 那我们这边的官员又会怎么想呢? 我们这里的人又会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件事, 国家和国家之间, 和人和人之间, 大家所用的道德标准, 都是相同的。 追忌就是相同标准, 追忌就是不能够体谅别人。 在讲到这里, 也可以随便再讲一讲另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法国, 就刚刚前一段时间, 除了有人杀死了一个教书先生, 将他斩袍, 将他伸手而处, 前一段时间也有另一件事, 在尼斯那边发生的事。 现在他们的国家总统出来说的话, 要捍卫他们人民的言论自由, 继续准许人民, 继续奉刺一些宗教的领袖。 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双重标准。 当这些漫画公司, 你走去讲有关, 譬如犹太在二次世界大战之时, 如果你评论一些, 没有犹太人没有在集中营, 被集体失望, 你要讲什么的话, 就是查你杂志, 就是这个杂志, 就将卡东人的编写, 刷入鱿鱼。 这是双重标准。 你可以对某些群体, 施意侮辱, 但是你对自己某些敏感的题目, 你就不能有容忍, 令容忍。 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这个世界最好的方法是大家互相尊重, 明白人家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明白人家为什么对这件事特别敏感, 就是大家避开它, 大家走一走。 所谓的言论自由, 我不见得真的言论自由,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现在西方媒体内的所谓言论自由, 全部都是假新闻, 作出来的新闻, 我们知道近期在香港, 《生果日报》, 其中大老板的重要助手, 不知道是助手还是监督, 现在要和大老板割席, 大老板要和他割席, 因为现在他其中一篇文章, 讲美国另一个候选人, 拜登的儿子和中国的关系, 现在发现这个完全是裂造的事实, 我们在西方看到这些非常之多, 我们看新闻时, 非常小心要看看, 到底新闻后面是真还是假,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新闻是假的, 完全完全裂造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要非常小心, 说回这件事, 现在澳洲这里, 我们这些政客们, 就无端端走去撩中国, 结果就是, 中国说, 我不买那么多碳, 我不买铁, 我在别的地方, 我不买了, 我不买在大麦, 惨在什么呢? 我们这些小市民, 那些政客们, 几年任期过了拍拍手, 他自己拿着退休金, 另外就是, 他有其他更加好的工作, 他就可以继续走他的日子, 但是, 剩下的小市民, 就大劲, 所以, 民主政制, 其实是不是真的一个好政制? 现在是时候反省的了, 民主政制走了二百多年, 那现在, 是不是已经去到, 差不多水尾呢? 那现在这样的话, 香港朋友, 你继续推一个, 别人已经觉得是水尾的政制, 是不是真是明智之举呢?